抗战巨卷史诗国画好气长流 长篇技术文学国画的诞生发布会 7月7号卢沟桥事变76周年之际在北京举行 多位仍然幸存的抗战老兵 以及一些抗战英雄的后代参加了集会 佟林阁将军的儿子佟冰在讲话中 回忆起他父亲76年前为国捐躯的传奇人生 其抗战76周年 也是我父亲的佟林阁将军 为国捐躯的76周年 所以这个日子对我来讲的话 是我永远也永远忘记的日子 我相信这个七十遍这个日子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每个同胞都不能忘记的日子 很多学者和抗战老兵呼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幅国画长卷以抗战英雄人物为主 并且描绘了很多国民政府的将领 正是他们在正面战场抵抗了日军的进攻和侵略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的民政部最近准备把大陆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保 不过大部分抗战老兵均已去世 现在幸存的老兵平均年龄都已经90多岁了 迟来的正义和待遇让这些抗战老兵感慨万分 一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将领的后代也参加了集会 包括新四军军长陈毅的儿子陈小鲁 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的女儿林豆豆等 林豆豆在发言中感谢大家还没有忘记她的父亲 这个重庆的朋友们做出这样的贡献 非常感谢 尤其是还画到了我父亲 我很激动 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没有忘记她 我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谢 官方媒体没有大肆宣传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活动 北京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 西安在七七事变周年到来之前 宣判了去年在918反日游行中打砸日系汽车的12名嫌犯 主犯蔡阳被判12年徒刑 美国之音VUA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